嗨 你好 妳就是那個 蛇仙女 秀蘭啦 說我蛇仙女 我是黃麗美 我演主播啦 雖然是聰明女生啦 所以就是有一些 相位秀則 妳看了以後 妳覺得惡女是什麼 有一點像是 不同立場的標籤話 妳覺得妳看的這一面 妳覺得她是惡 所以妳把她貼上 一個惡的標籤 所以其實在 劇本裡面的每一個角色 不管男的還女的 其實他們都有 善跟有惡的一面 在電影當中 是怎麼勾引男人的 妳對我好 我就會對妳好 我沒有勾引啊 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劈腿的話會選擇原諒 對不對 妳沒有聽過 有1就有2 有2就有3咩 不會 因為心裡心有疙瘩了 相處起來很累 其實真的要想清楚 如果真的妳碰到 有劈腿相對象 妳真的要想清楚 我們真的突然就變得好 對 這是二女二嗎 因為以這個年紀來講的話 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去 爭論於愛與不愛了 妳就劈腿了 那妳就走吧 我的生活本來選擇的 就是游牧民族 但是碰到真正愛的人的時候 那個會很痛苦 但是妳還是選擇 我還是會退掉 如果是麗美的 遇到劈腿的狀況的話 妳這樣子 我OK 其實我沒差 已經講了 有疙瘩 為什麼還要在這在一起 就分了吧 因為一輩子太長了 沒錯 有時候一輩子 過生活會很辛苦 喔對對 換了齁 電影10月27號 就要在戲院跟大家見面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電影院 支持一下惡女 看了以後 妳會有很多自己的警惕 以及反省 我都沒有跟妳有關 妳怎麼說 三條人命都跟妳有關 妳怎麼說 沒有什麼好說吧 哈哈哈哈